9月12日 日本防衛省表示 當局上星期在鹿兒島附近海域 發現一艘據信是來自中國的潛水艇 並在距離沒有多遠的地方 發現一艘中共海軍的導彈驅逐艦 防衛省在聲明中指出 這宗事件發生在9月10日上午 在鹿兒島縣的燕美大島東方外海 發現一艘疑似是中共軍隊的潛水艇 應在西北潛航 距離日本控制的有爭議的東海島 最大約700公里 這艘潛水艇後來向橫當島西方海域前進 此外日本當局還發現一艘共軍驅逐艦在附近航行 防衛省表示 自衛隊是在輪接區發現了這兩艘船 輪接區是在領海之外 根據國際法 潛艇若過經過另一個國家的海岸的時候 必須要在領海內浮出水面 並且展示國旗表明自己的身份 針對這次潛水艇事件 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已經指示下屬 保持高度警戒 要搜集情報 做到警戒監視都萬無一失 日本海上自衛隊 已經派出三架偵察機和兩艘驅逐艦 到該地區進行預警和情報搜集 分析中共的意圖 搖擾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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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擾雲